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伦师母 然后牧师最后处理的还真的不错 雪伦师母当时是把车到后镜旁边的镜子撞坏了 是因为着急出去 晚上有急事要去服事 然后就不小心搞坏了 但是其实也看上去事情有可原的 但是作为孙恩牧师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丈夫 而且是做事事无巨细 非常的认认真真有板有眼 又是牧者 那一定会拿出这种很高高高高的有一点 做丈夫做牧者的心态来去跟妻子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显而易见 老婆你干了一件措施 让我花钱 然后呢就是挣不回来钱还要再多赔进去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你这个粗心大意的这个毛病啊 怎么改不了呢 心里可能就有很多这种问题啊 所以那一定会要正面沟通啊 对不对 正面冲突不是沟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牧师确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但是其实呢我们也来思考一下 就是说当矛盾发生了之后 我们什么状态下可以去彼此沟通 比较好 否则就是都在气头上 两个人尤其是老婆爱干一件事 就是我跟你生气 我一定要追着你 你现在就跟我讲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 咱们不解决问题 事不罢休啊 你今天不跟我讲出子丑隐谋来 别睡觉 一般老婆都是爱干这种事 那老公呢就是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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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跑啊 这种 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来请二位聊一聊说 你们当遇到冲突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样来把它平衡 怎么样来沟通 什么时间是最好的 好 我们请师母先来聊聊好吧 情绪激动的时候其实是很不适合做沟通的 我们在冲突的过程当中 我渐渐的去注意到啊 其实有两个部分的状况是都要处理 但是是不同的方法处理 一个就是处理事情 第二个是处理心情 大部分其实都是心情的问题 那心情处理好了 有时候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 对不对 那心情为什么不好呢 就要分析原因嘛 那这个分析原因 就像我们之前一集讲的 可能就是我自己有按钮 我没注意到 我怪他 对吧 第二个的确他 那我不高兴 但是呢 这也是可原谅的 第三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气 或者是前几天的垃圾没丢掉 我就 这个连本带立的一起发作 就原因很多 那这个东西呢 不是两个头磕着头 继续往下潮 可以解决的 反而使会更多的气化 更多的暴富 然后呢 两个都一起拉进黑洞里面 对不对 然后越来越糟糕 然后伤害的话 越来越的暴富 就那时候真的是需要两个都进到兵库去 动一动 冷静冷静 好 所以不要抓着彼此继续来纠缠 这个很重要 所以如果有交通警察 那当然是很好 我们都听他嘛 但是估计两个在家里 常常没有交通警察 不小心出了车祸 就还要人家收拾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搞清楚 处理事情还是处理心情 心情处理好 心情是最难处理的 心情也没有办法当下处理 所以两方面都冷静 这个分开一段时间是最重要 那要怎么恢复 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沟通 处理事情呢 那事情又要怎么处理呢 好 我们先让宋恩牧师来分享他的观点 好的 宋恩牧师 刚才听到了说要先处理 是事情还是心情啊 这个你在处理的时候 你是先处理哪一方呢 对 男性通常都想处理事情啊 我们的本能就是要把事情处理完 但是有时候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特别是女性是比较重视感受的 那说话啊 或是当中就会可能伤到对方 那这是可能就更糟糕了 本来关系都已经不太好了 然后又二次伤害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劝缺的这方面的意识 所以要对方要提醒我 然后自己要提醒自己 先处理心情 这个情绪处理好了 事情就很容易迎刃 其实大家都成年人 都是明白人 很容易处理这个 就很容易迎刃而解 那么处理心情这个情绪的部分 我觉得有几件可能是我们自己积累下注意到一些细节 一般人可能会注意到 这边再补充一下 刚才讲的就是 如果你情绪已经起来了 绝对就是不再适合去谈下去 因为怎么谈都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我们在情绪当中都不会理性 而且一定都是一个攻击的姿态 那就会攻防战 那或者就刚才出现的一个追一个跑 那这种事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不如就是休兵停下来 可是刚才凯传也提到 这个休兵有一个危机 就是变冷战 现在温度太高 要降温 对不对 就变冰点了 冻起来 大家就不交流了 两三天 两三个礼拜不说话 那也很糟糕 我们要避免在不恰当的时间去做沟通 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 没有建设性的沟通 但也不能不沟通 要早个时间回来 就好像COVID-19 病毒 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要居家隔离 对不对 但还要REOPEN 我们要评估什么时候要REOPEN 一样的 我们要评估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重新恢复沟通 所以第一个就是确定我的情绪处理好了没有 也确定对方的情绪处理好了没有 那处理情绪的方法 刚才有讲过几个就是 我们冷静安静 第二就是呢 我们把一些会影响我们情绪的因素 都把它尽量的排除掉 除了对方觉得对方热我生气以外 那你就要看看我是不是有按钮 然后还有我有没有负责任 那还有两个东西可能是大家比较少忽略的 就是人在饥饿 肚子饿的时候 很容易情绪不好 那个时候很容易吵架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吵的时候要吃饭的时候 说等一下 我们现在讲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先吃完饭 回来再 这是很很务实的 真的 不要居住饿的肚子一定会居住吵下去的 先填饱 饿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沟通 我们先吃饭 吃完饭我们再约个时间 要先把这个生理问题解决了 这个会影响到情绪的 把这个排除掉 还有一个就是累的时候 刚才凯然有讲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让你睡了 老公已经工作一整天 晚上累了半死 你还抓着他 这个时候也不适合 累的时候就要休息 下了班 老公下了班 不要抓着他开始开始数落一堆 他已经很烦很累了 你这个时候就算你再有理 没有 绝对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饥饿的时候 累的时候 就是要吃饱 就是要休息 精神养足了 我们才有本钱嘛 才有本钱来处理心情 跟处理事情 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 有时候可能吵架吵过头 就忘记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人 会饿 会累 需要就是去调整自己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第三个就是说 你搞不清楚 就是有时候同好 就是发生冲突了 好 两个也说要冷静下来 可是很乱 其实脑袋里面还是很乱 我们那时候就是祷告 先求神说 上帝啊 我真的我自己还是个罪人 我搞不清楚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心里面可能还是对方 对对方有很多的不满指控 然后觉得问题都是他 但是上帝啊 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怜悯我 求你光照我 求你先赦免我 我刚才起码 我也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认灵九个果子当中 有一个是节制嘛 我没有节制 也没有爱 也没有平安 也没有和平 求你 深深祷告 先认罪 然后求神来帮助我 光照我 原谅我 我觉得这时候上帝话 对我来说 这时候很容易就进来 像我就会读到 之前知道 不可苦待妻子嘛 上帝话就会进来 有时候上帝就让我 想起一些话来 或是让我读到一些话来 那这个时候 我就用上帝话 成为我的力量 我就说 上帝啊 我愿意给我做不到 请你帮助我 但是我愿意 求你帮助我 那我就觉得上帝 就慢慢帮助我 给我有力量 所以就是看到 我们的心情 处理好了 然后呢 我们也到上帝的面前 去寻求帮助了 然后呢 自己已经开始 不再责怪对方 开始去看自己 我有什么地方 是需要 在这刚才发生的事情中 我没有负责人 看到自己哪些地方 的确是做不好 然后 然后准备好 在恢复沟通的时候呢 先跟对方道歉 记住 不要开始 就数六对方 因为你已经看到自己 有责任了嘛 你先去跟对方道歉 这是一个最难过的一关 就是 凭什么 为什么 明明是他 要惹我生气 明明他这样做不对 但是呢 在上帝的光照下 我看到我自己有责任 那我为我自己 该负责任 跟对方道歉的时候 你想想看 对方就会 所有的武装 所有的情绪 都会松下来 后面就会非常容易 所以最难过的那一关 是自己这一关 我愿不愿意 为我自己 刚才去 神光照我的那个部分 看见自己 该负责任的部分 先去主动的去 和好道歉 如果你可以 你准备好了 神给你 这个力量 你觉得可以准备好 那个时候就是 可以去问对方 可不可以开始 恢复沟通的时机 如果这几张这些东西 你的情绪也好 你也没吃饱 你也没睡好 那就暂时 今天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 约一个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尽量的是去预备自己 愿意负责任去看事情 愿意求上帝光照 愿意顺服上帝的教导 跟话语 然后呢 愿意先道歉 如果你 这些都预备好了 就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 这些自己的标志 就是你可以 我们可以恢复 沟通的 这些的 绿灯就亮了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 要再想一想 但是尽快 圣经也告诉我 不要寒露到日落 就是我们要尽快的 把自己的情绪 心情 还有呢 自我负责任的 这样去面对 去处理好 不要拖着 因为一拖着 以后呢 就是 给魔鬼留地步 很容易 撒但又在 你们没有很好的过程当 这段期间 又继续给你 撒那些拜子 又继续给你们旁边 让你去想到过去 他怎么样怎么样 对你不好 就开始翻舊 数算他的二 那就会 越来越糟糕 所以就是 自己 我自己的经验 大概是这样子 那希望对你 听的听众们 可以有帮助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 宋恩牧师 刚才特别的详细跟我们讲了 要注意身体方面的需要啊 然后注意这个 吃饱啊 不要这个太疲劳啊 甚至我们要睡眠充足之后啊 我们情绪都恢复了 我们再来沟通 当然也不能拖得太久啊 不要寒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那这些都是平时神对我们的教导 其实根本都不是高高在上的 都是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然后我们只要按照这个来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走在蒙古的路上啊 否则呢 就是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 然后就让这个魔鬼撒旦 他们就把这些拜子都撒在我们的心里 然后我们就开始自我折磨 然后不算还要折磨家人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 就是让我们学习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沟通的时间啊 非常重要 也让我们知道啊 这些都是技巧 我们也应该啊 来学习啊 我们要操练啊 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呢 千万别就是脑子一热 把所有都忘了啊 我们学了我们就要用起来 对不对 我们就真的要这个践行在我们的行动上 否则我们听了挺开心 然后听完了就算了哈 就像我们听过福音听完了之后 这个就一高兴发了点小牙 然后在这个岩石上 在这个荆棘里就都被缠住了 这个真的是很提醒我们 谢谢所有的视频